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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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有去看過 那個金山那邊 然後我差點就要買下去了 它的總價真的很漂亮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十幾坪 才700多萬 在那個地方 然後不是 我沒有想到後來 還要再繳這麼多的錢 就差點就是要買下去 剛開始我記得 差不多推出來是32到38 一般來講34 36成交 那個我有去看 但是我一直覺得說 因為沒有土地 才50年 那我們現在講是50年 根本就沒有50年 一般來講它批地出來開始算 所以它建築應該三年到四年 所以講50年頂多是15年 它沒有地價稅 它叫地租稅 這個租金可能是滿高的 除了這個以外 請新明兄給我們一個建議 如果我現在要買房子 要特別注意哪一些地方 對 現在真的還是有一些 剛性的需求 他們想要買房子 可是我們覺得說 你真的要想買的話 盡量不要踏到地雷區 對 所以我這邊有所謂的 三大這樣的一個地雷區的概念 那麼多 第一個 就所謂的第一個大 就是剛才提到的 大轉化區 這邊舉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還是淡海新市鎮 各位知道淡海新市鎮 它有多大的面積嗎 多大 它現在 蓋出來的房子你會覺得說 真的是會嚇死人 滿坑滿谷都是房子 除非說我剛才講的 有些人認為你在那邊工作 或是說你是自住的買 還比較OK 如果說你是想要投資 我覺得說不要想 第二個大就是 大社區 現在在台北市 有一個案子已經傳出來 它當初預售的時候 賣得非常好 那時候大概都是60萬起跳 75 對 有好 最高到75 75萬 你講的是那個換電改的那個 對 現在有人用50萬 在外面兜售 對 所以因為投資客非常多 這些就是說 你買這樣大社區的話 未來你要賣掉的 要轉手的機會都很低 更不要講要賺錢 再來就是 空屋量大的地方 空屋量大的地方 剛才提到 就是晚上你去看點燈率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 要真的剛性的需求的話 你一定要避開這些地雷區 相對來講 找一些比較離市區比較近的 或是一些老舊的房子 這樣的話 對你來講 可能是生活機能比較好 未來要脫手的話 也機會比較高 是 因為最近的政策改變 讓台北市 新北市 尤其豪宅要特別注意 剛剛佳欣講的 像松江路有一個案子 225坪 那它是2億1500萬 結果現在交屋的時候 這還不打緊 因為你如果有2億的 買2億的房子 一定有6億的身價 我加一個 吹去加一個就好了對不對 但是你以後 每一年把你8坪 8多少 以前差不多13萬 因為我們的張戶市長 就把地價稅調高3倍 然後房屋稅再調高3倍 3倍乘以3倍 等於9倍 這一下子 就像佳欣講的 以後房子要送給你 你也養不起 我們不是說 如果買到房子 三台座醫生 所以大家都想要買房子 這個時候 你如果是剛性自住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 你先看40棟 先看40棟以後 你就變成一個專家了 第二個一定要貨比三家 同一個區域 同一個地區 同一個社區 你貨比三家 因為現在都實價登陸 所以它的價格都很透明 第三個一定要借急用人 在出價還價的過程裡面 要特別的小心 慢慢慢慢買 一定可以買到 你心中的黃金物品 沒錯 今天也非常謝謝 來賓們的分享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